需要了解像section 物件的使用方法 跟那個物件導向的相關方法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沒有辦法就是很詳細的說明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可以載到那個雲端上面有一個放簡報的 放那個講義相關的 裡面的話各位可以在第10章裡面 可以找到有關那個cookie跟section 在這個相關的補充說明 那實際上這種設計的方式 非常的普遍除了PHP之外 其實像其他的什麼ASP或者是JSP 其實也有用到類似的一個技術 那比如說像雲端的設計等等的這個部分都是相通的 那裡面的話cookie跟section有什麼差別 我想各位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不過一般我們用到的機會 用section的機會會比cookie來的大很多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為cookie其實有一些不穩定的因素 包括就是說可能 瀏覽器本身 會有可能把cookie給關掉 那如果說呢 對方把瀏覽器的安全性升高把cookie關掉的話 那這個時候的話 那我們cookie就沒辦法暫時存放一些資料 所以用section的 這個穩定性的話呢 當然就會高很多了 也就是說呢 其實暫存一些資料 cookie是存在 這個使用者端的 存在那個client端的 不是存在雲 這個那server的話呢 那server的話呢是存在 這個這個server端的 所以資料兩邊存的是不太一樣的 當然這種兩個設計的話呢 各有它的有缺點 所以這個地方可以利用我放在雲端上的講義 稍微了解一下 那再來就是有關那個物件導向 那這個物件導向的觀念 其實不是也不是phb的專利啦 我想 如果各位有學過c++或者是java的話 這個觀念其實是相通的 相通的 那裡面有哪一些相關需要注意的 這個部分呢各位也可以 稍微從這裡面稍微了解一下 物件跟類別之間的關係 那其實我剛剛講過了 我們 放到那個 根目錄底下的那個類別 實際上它本身是當然不能夠 實際上作用 如果你要讓它作用的話你必須引用它 而且並且把它實體化了 相關的東西 有點它這邊有些相關敘述的話 他說什麼藍圖跟蓋房子 就是藍圖的話就類別 蓋好的房子就是物件 裡面的話相關的說明 我想各位有興趣的話 可以稍微再把這些相關的東西看一下 這個觀念 其實跟其他的語言是相通的 那我是把它放在我雲端 白板裡面的那個 講義裡面 有一個區是講義的 再 進來裡面 你們進到我雲端白板裡面 會有一個是講義相關的 講義相關 因為如果你只是 Truweaver的部分 會有不足啦 那PHP的部分 我是把它通通丟到這裡 那這邊會有一個目錄 裡面 可以下載 這個如果你們有需要的話 比如說這個單元嘛 你把它點擊它 上面應該有個箭頭可以下載的 可以把它下載下來的 印象中這個應該是可以下載的 OK 好 那 就放在這邊 好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把剛剛的那個 購物車的部分在講完了 其他還有像比較常用 像 買seql的資料庫啦 剛剛這個地方 我們有些沒辦法講得很詳細的 還有什麼seql語法 這個seql語法 不只是說只有在資料庫用 其他資料庫也可以用 這個如果當然從頭到尾 其實這些如果你通通把它學會的話 那我想 你大概就夠了 最後這個第18個單元 在雲端上 它也是一個購物車 這也是一個購物車 而且你會發現它用的是 同一個類別 因為兩本書好像作者是同一家 同一家那個文員格的 所以他也是去找到那個WF的那個 Cart的那個class拿來用 也是類似的原理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給各位參考 好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回到剛剛的這個地方 剛剛是新增 新增之後的話 他跳進來 會幫我把相關的 這幾個東西放在哪裡呢 放在我的section裡面 那我要怎麼樣把它展現出來 這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怎麼去更新它 怎麼去清空它 再來就結帳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一樣 切到那個Dreamweaver裡面 那剛剛這個 這個這個 這個裡面的話 我們主要是 當我按下購物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add傳進來 所以他知道說把它新增到哪裡呢 新增到我們section 物件裡面 會有 編號 價格 名稱 那如果有 有沒有圖 有圖的話呢 那就是放一個圖的名稱 OK 那接下來的話 還有所謂的什麼 remove remove就移除嘛 還有amity 還有update update哪一筆 update多少的數量 那這個地方呢 怎麼樣傳遞呢 我們再把那個 在更目的底下 這個 這個cut.php 這個 打開來看一下 那這裡面的話呢 特別注意就是說 我要怎麼去做清空的動作 在特別注意 各位可以看一下 在因為呢 section 我要能夠取得 section 這個物件 所以你會發現 只要跟 就是 購物的流程有關係的 首頁上面 一定都會有這幾行文字 包含哪些呢 就是一定要去 引用什麼 引用它 然後呢 一定也要去 檢查一下 section有沒有啟動 另外的話呢 檢查一下這個 購物車的section裡面有沒有放東西 有沒有物件 有物件的話就用原來的物件 如果沒有物件的話 一樣是new一個新的物件 這個都必要的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裡面 可能會有哪些 還有就是說裡面 如果說它裡面的item 等於0的話 那就 傳遞什麼 傳遞一個參數 到index 首頁的地方 並且告訴他說 ErrorMessage 等於True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如果ErrorMessage 等於True的話呢 回到首頁 這個地方呢 就要顯示什麼 您的購物車是空的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當然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個是已經寫好的 我們來看一下 我切到 程式碼這邊來看一下 但如果說你今天呢 希望判斷說 如果 使用者丟回來的東西 是空的話 那我們可以寫一個 簡單的判斷 就是在 是否為空的這個 這個上方 上面做一個判斷 如果什麼呢 如果 我們去get什麼 ErrorMessage 那你 你剛剛可以看到 就是說 這個地方 如果在 這個 Cut 這個PHP裡面 它 回傳回來的 會給我們什麼 有沒有 如果是空的 表示裡面item 就是這個 物件裡面 是空的 那就返還回來 是 是空的 那會有一個 敘述是等於True 所以等於True的話呢 那你會把index 裡面就判斷 裡面有東西 那就顯示它 有點像這樣 我試一次給各位看一下 比如說我這邊的話 通通把它清空了 清空之後的話 這邊上面會顯示 有沒有 那上面的話呢 會出現什麼 出現 這個index 問號 ErrorMessage 等於True 有沒有發現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當它 回到首頁的時候 我們判斷一下 這一個 參數裡面有沒有東西 有東西 那就顯示這個區塊 但是如果沒有東西的話呢 那就不會顯示 那在程式裡面的撰寫方式的話 特別注意喔 就是 在 這裡面是寫什麼 寫這一段 有沒有 如果裡面item 等於空的 那就傳給 首頁 那首頁呢 在這個地方的話呢 判斷一下 如果它等於什麼 有東西的話 那有東西這邊一個if對不對 後面的話是邏輯判斷 用什麼方式呢 用isSet isSet的這個函數呢 去判斷說 裡面有沒有 值 如果有值的話 那判斷什麼呢 用get 特別是 因為我們是 UIL 傳遞一個訊息嘛 那傳遞的參數是什麼 ErrorMessage 那因為等於True嘛 表示裡面有東西 就會執行什麼 裡面的敘述 反之如果沒有 那就會往下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如果說我今天 假設裡面有放個東西的話 那你再怎麼樣呢 回到原來的首頁的話 它就不會出現什麼 裡面是空的 因為現在裡面有 有沒有東西 一個項目 OK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是第一個 那加入購物車 OK 第二個的話呢 如果說我今天要 要更新 跟清空 還有刪除 怎麼做 OK 那請各位 先把這個部分 稍微看一下 那等一下我們再來 繼續往下看 就是這個繼續不用啦 因為繼續只是回到首頁而已 更新怎麼更新 比如說我今天呢 假設說我今天數量輸入 我要買五個好了 按下更新 它會自動怎麼樣 幫我把數量更新之外 金額更新之外 還會有個運費 並且把運費加過來 那這個地方怎麼做 或者我改變心意兩個 按更新 他很聰明 他會閃一下 又回到我們原來的這個 這個網頁 那這個背後怎麼運作的話 等一下再來看 那請各位先看一下 如果我把它清空的話 回來會有個 您的購物車 不是空的DIV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謝謝